Hello 大家好 又是鵬途和大家分享《心水》的時刻 接下來是星期日 香港借打杯 大家記得繼續支持 繼續支持我們吃老台 還有 接下來是星期日跑11場 頭場12點半 記得早點 不要1點鐘 1點鐘你就會到第二場了 這個時間由於這條片長 講片多一點 實際一點 我推介第八場 就是借打杯2400 我選擇這隻 二號 龍骨飛羊 看看前一場這條片 五六場次 這隻火車盤 八檔 很容易認 灰馬 現在包尾那隻 說真的 這隻馬 大家一直都知道它的跑法 都是放在後面 最後一隻上來的 這次馬就不算特別多 這場也說真的 叫做100馬 那天他也被捧為大熱門 你看看他怎樣跑沿途呢 其實走勢方面不錯 上次 如果你看上次 呂王杯 就輸給維獨愛里那隻 莫慶 三隻日本馬 包辦了 唯獨愛里 還有這隻 耀滿平 還有這隻 謀勇兼備 結果他也是 嚴格來說 日本賣四隻 加上神業 他也是輸三個多馬位 你看看這隻馬 怎樣發揮 其實應該算 現在暫時 香港長途總來說 這隻龍骨飛羊 都叫側身 雖然年紀大 都六歲 但是 都叫做 因為沒辦法 近年 這些長途馬 你想想 一號那隻時精彩 跑到七歲 都還在這裏咬 但他又被掉了 還有一點實力 這隻龍骨飛羊 也叫做不錯 實力都很不錯 你看到他一直咬著 尾三這個位置 轉彎呢 哇 他最後衝水那段 你都不要開玩笑 當然這一場呢 一班呢 你會感覺 哇 都是贏的那些 熊晚神驅啊 喜連其聲啊 時事有餘 這些好像 不是很入流而已 但是 其實你都不要說 這隻馬 重起來上來 他不入流 說不入流 他一贏起來 大家要留意 他背著一三一磅 你想想 他還要讓其他人的磅 一三一磅 現在這裏有一個磅 哇 一小逼著他強勁衝上來 一定要上啊 見到火車搬 然後呢 看空了呢 那隻馬那個追勢就來了 什麼一三一 跑二千 這樣彈掉你後面都不要說 所以呢 雖然這一組的質素不算特別高 但是這隻馬呢 勝在叫做 上前那次要贏得輕鬆啦 還有啊 其實如果大家留言呢 萬步速之下都這樣衝上來呢 證明這隻馬那個追勢呢 都是幾厲害的 你看啊 哦 姿態一三一啊 接下來呢 這次就跑平榜了 大家知道一級賽了 所以呢 大家都是負責一二六的了 OK 那腳方面 由於這場呢 馬呢 和那一場呢 都差不多 這場只有八隻 簡單一點啦 膽兩腳啦 因為我時時精彩 在過去的馬王都要留意的了 這隻馬都是近的 經常都有一些好表現的了 雖然沒有上季的表現那麼好 但是今季呢 你看他 今季跑過六次呢 也有五次進了位 即是四次第二 一次第三 上次跑過第五 那就拖起來了 另外一隻側身小小的五號啊 玉曼神駒 上次我覺得他贏那場二千四呢 雖然就黃太人紀念賽啦 但是那場我覺得他贏得不錯 整體發揮呢 各方面都不錯 那麼也都贏那隻呢 樂益善啦 一是被譽為一隻長毒側身好馬來的 那麼狀態各方面都OK 所以今次我推介就是這三隻啦 那麼 繼續支持我們石老台 另外我們兩位拍檔 Matphiel 張老師都是好東西推介給大家 繼續支持石老 我來包你很多東西吃 OK 拜拜